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歌劇 名稱叫做 《小販或巧夫的孩子》 庫勞聽了這部歌劇 在1827年在丹麥首演之後 就相當著迷地把 這部歌劇的主題 運用在了他後續好幾首的作品之中 那我即將在今年 8月11號星期五 晚上7點半在台中教育大學 寶城演藝廳 與鋼琴家劉玉珍合作 舉辦我2023年 下半年度的個人獨奏輝 這次音樂會有特別選擇的幾首 能夠彰顯不同樂派 不同風格的曲目 除了剛剛的酷勞之外 還有兩首 風格強烈對比的作品 特別來自嚴謹的 德國浪漫樂派作曲家 Ritz 還有 在音樂史上 以大膽創新 叛逆文明的法國作曲家 德布希 另外呢 還有近代的作曲大師 梅香 以及影衣商的作品 購票請簽 OpenTix兩天院售票王 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現在到6月30日之前 都會還有 八折的早鳥優惠票 我非常期待能夠見到大家 掰掰